沒有說我有朋友還沒有好 他是有說 老師有邀約他要不要上場 一定是覺得兩情相悅 覺得可能可以 認定雙方是兩情相悅 才會出現陸骨自掌 劉學軒出面要還原 性情疑云 我這件事情 其實我就是一個口頭的 跟他開玩笑 他把他弄成好像已復活 好像性侵他還是什麼 至少我連碰都沒有碰過他 陸骨自句改口成了玩笑話 自備證據要替自己辯解 當場拿出匯款單 話頭一轉直指對方 社局勒索 他是勒索我 我證據就留著 日期匯款 日期匯款單都在 匯款單上投 一共匯出4萬塊 劉學軒認定 自己已經付了封口費 對方卻向媒體爆料 算勒索 被害人認為 他拿的這4萬塊 只是賠償金 卻被說成另有目的 你知道為什麼要投書嗎 因為我們最近要發片 也許幫到我們 我發片就需要議題 劉學軒是台灣知名作曲家 還曾獲得金曲獎入圍十六屆最佳作曲人 在音樂圈相當知名的他 家世背景也相當可觀 媽媽是前彰化縣長汪金珠現任國策顧問 自己竟然在有妻有子的情況下 將歪腦筋動到自家團員身上 看似有誠意要出面道歉 卻是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 那老實說 他言語也是很輕挑的 既然台北綜合暴走 他在討論 對我就是 我去的